人间的一切名利 金刚经上讲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英作如是观 有一位英国的女子 她学习很努力 她并不算很有天赋 成绩也不是太突出 但是她刻苦地考上了牛津大学 二十五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保守党的女性候选人 她碰上了一位富商 两人结婚之后 生了一对龙丰胎 生完孩子两星期 她就继续投生于她的政治事业 她获得了政治上的最高地位 但这位女士的背后 承受着无限的孤独和悲哀 最后她以中风失忆 完景凄凉 而结束了她的一生 她就是英国首相 第一任的女首相 撒切尔夫人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每个人拥有的荣誉 地位和钱财 都是一时间的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 永远的幸福 才会造成我们的烦恼 很多人问师父说 台长啊 那么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台长告诉你们 烦恼的根源在你自己 因为生气 是你不够包容 郁闷 因为你心里不够阳光 烦恼的人 因为你心里不够智慧 悲伤的人 是因为你不够坚强 称恨的人 是因为你不够慈悲 嫉妒的人 因为你自己还不够优秀啊 所以人间的种种烦恼 都在自己身上 我们每一次的烦恼出现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好好记住这句话 当我们每一次人间烦恼的出现 都是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啊 现代人 疑心病特别重 总以为别人在算计自己 怀疑会让自己生气 有时候还会做出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 一个小笑话 说的是 有一个大妈 早上去广场散步 看到有一个老头 拿着海绵笔 在地上写了大的字 他忍不住凑上前去看 这个老头眼睛看了大妈一眼 提笔写了一个滚字 大妈心想 看一下至于让我滚吗 老头又看了大妈一下 又写了一个滚字 大妈再也忍不住了 上去一脚就把老头踢倒在地 警察来了问 什么回事啊 这个老头委屈的说 警察 我就想写一句 滚滚长江东是水 我刚写了两个字 就被这个神经病给踢倒了 只有学佛才会有人辱心 只有学佛懂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无常的真谛 好好修心 才能成为一个解脱自我 放下执着的开悟人 台长告诉大家 太虚大师说过 人成鸡婆成 佛法六波罗蜜 就是让我们在人间 修有智慧 所以学佛人在生活当中 要记住以下几点 第一 气不合的时 少说话 有言必失 心不顺的时候 莫做事 做事必败 逢事莫虚应 就是不要随便答应别人 答应则必办 如果你不办 就会跟别人结冤的 愿莫轻许 许愿必还 不还 你就会成为心中欠别人的债了 所以万物在说法 看你如何看待 学佛人 碰到烦恼 认知一切是考验 看你如何 用忍辱心 精进心 知足是富贵 平常是高贵 无事是圣 无心 那就是佛 记住台长一句话 想开了 哈哈一笑 看破了 什么都不要